天文学家最近在一个遥远黑洞的周围 发现了堪称宇宙海洋的庞大水资源 其水量相当于140万亿个地球的海洋总和 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发现 刷新了我们对宇宙中水存在形式和分布的理解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大 也是最遥远的宇宙水库 它像巨大的环带一样 环绕在一个名为APM08279-5255的类星体周围 这个类星体的核心是一个正在吞噬周边物质的超大质量黑洞 是宇宙中最极端的天体之一 这团跨越数百光年的巨型水蒸气云 蕴含的水资源相当于地球所有海洋水量的140万亿倍 而它离我们足足有120多亿光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像 其实是宇宙还不到20亿岁时留下的老照片 这个发现直接颠覆了我们之前的认知 原来水和复杂分子的形成 远比我们过去以为的更早 说明在宇宙的少年时期 就已经孕育了丰富的化学活动 进而影响了星系和黑洞的成长路径 接下来的这段视频 我们将一起深入了解这一令人惊叹的天文发现 它的发现过程有多曲折 它为什么如此重要 又揭示了我们宇宙童年时期的哪些秘密 一切答案慢慢揭晓 那就别走开 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神秘与奇迹的宇宙探索之旅 现在出发 这项研究的焦点是一个名叫APM08279-5255的类星体 它是由一个正在大口吞噬周围气体和尘埃的超大质量 黑洞驱动而形成的 这样的天体能量喷涌极为明亮 是宇宙中最具活力的存在之一 当气体和尘埃像漩涡一样被黑洞拉扯着 向内坠落时 剧烈的摩擦与压缩产生巨量能量 让内星体成为整个宇宙中最耀眼 最明亮的天体之一 其亮度甚至可以盖过整个星系 这个独特的内星体距离我们地球 大约有120亿光年之遥 也就是说 它发出的光芒从宇宙婴儿期出发 历经百亿年穿越时空 如今才抵达我们的望远镜镜头 在那个宇宙还在慢慢搭建股价的时期 大多数星系还处于起步阶段 而这个星系却已经耀眼非常 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星系都要亮得多 仿佛早熟的宇宙巨星 通过使用先进的天文设备 比如美国NASA的Z-STEC光谱仪 以及法国高原干涉仪布尔高原 帕托德布瑞 天文学家们成功捕捉到了 来自遥远星系的多条水蒸汽发射谱线 这些微弱但独特的信号 正是水蒸汽存在的指纹 这些精确的光谱线 向科学家们揭示了一个壮观的场景 一团跨越数百光年的温暖气体云层 仅仅包裹着内星体的核心区域 仿佛宇宙中一个正在翻滚的巨大蒸汽锅 这个由气体与蒸汽构成的 宇宙水库中所含的水资源之多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它的储量约等于地球 所有海洋水的140万亿倍 让地球的海洋显得就像一个小水洼 这些水并非以液态的形式流淌 而是以水蒸汽的形态 混合在尘埃与分子气体中 温度约为零下53摄氏度 也就是220开尔文 虽然听起来很冷 但在冰冷的太空环境中 这已经算是热气腾腾了 这个内星体之所以如此明亮 是因为宇宙中一个奇妙的物理现象 引力透镜效应 在它与我们之间 有一个庞大的前景星系 就像一个天然放大镜 把内星体发出的光线扭曲并放大 让它显得格外耀眼 即便将引力透镜造成的放大效果去除 天文学家们依然发现 这个内星体自身释放出的能量 高达100万亿个太阳 所发出的总能量 这让人不得不惊叹 其本身就是一个能量怪兽 在宇宙诞生后 还不到20亿年的这个早期阶段 就能发现如此大量的水蒸汽 说明早期恒星已经离多个生命周期 制造并释放出了构成水的关键元素 特别是氧气 这意味着 宇宙的化学进程 远比我们原先设想的要迅速和高效 这些由恒星合成 并喷射出来的负极元素 让水和其他复杂分子 能在极端条件下站稳脚跟 即便在那些 我们曾经以为过于年轻 过于炽热 不可能孕育分子的宇宙早期环境中 它们依然找到了生存之道 像APM08279加5255这样的类星体 是我们窥视宇宙早期秘密的显微镜 它让科学家得以首次如此清晰地观察 黑洞周围的分子动态 皆是一个星系 在诞生初期的化学生态圈 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天体系统中 发现如此庞大的水资源 不仅令人震撼 也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宇宙化学演化节奏的认知 水并不是在中年宇宙才出现的 而是在宇宙刚学会走路时就已经诞生 要形成水分子 离不开氧气 而氧气这类重元素并非来自大爆炸 而是通过恒星内部核聚变产生 再在恒星死亡 爆炸或喷发的过程中被抛洒到宇宙中 宫心的天体与分子形成使用 我们如今探测到这个水云的时间点 是在宇宙年龄还不到二十亿年时 能有这样的结果 说明在这段时间内 恒星已经诞生 燃烧 死亡 并将富含元素的物质回馈给了星际空间 至少已经历了几代恒星的循环 这团环绕 APM08279加5255的水蒸汽 不只是水那么简单 它像一把宇宙温度计计和密度碳针 帮助科学家 测定黑洞周围的环境参数 包括气体的密度 温度 甚至是运动轨迹 天文学家通过分析水蒸汽的发射图线 能精确地推算出这片气体区域的密度 温度与动态结构 从而绘制出一个表面混沌 实则稳定的宇宙动能场 这也揭示了分子如何在高能量环境中共存 而不被摧毁 科学家惊讶地发现 在这样一个高温高压 能量四亿的环境中 分子之间竟然达成了一种精妙的动态平衡 就像在风暴中心的一丝静谜 维持着这个区域的稳定性 虽然黑洞的辐射能量极其强大 足以让水分子振奋起来 激发发射信号 但又恰好没有强力到将这些分子彻底分解 这种刚刚好的平衡 为研究极端环境中的化学行为 提供了理想样本 这个细致入微的能量平衡 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极其宝贵的科学窗口 分子如何在宇宙最残酷的炼狱中 不仅存活下来 还能形成结构并参与演化 值得一提的是 APM08279-5255并不是普通的类星体 它属于BAL类星体 也就是宽吸收线类星体 这类天体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光谱特征 为我们揭示出它内部剧烈的物质运动 所谓的BAL类星体 是一种活跃的星系核心 也称AGN 它们的光谱中常常呈现出宽而深的吸收线 这是因为从黑洞附近高速喷涌而出的高温等离子体 极北高度电力的气体 以数千公里每秒的速度冲出核心 导致光线被大量吸收而形成的特征 这些宽吸收线记录的 正是以惊人速度每秒几千公里 喷射出去的气体流 它们像宇宙风暴一般从黑洞边缘席卷而出 是星系活动中最剧烈的风暴系统之一 这些以高速喷射出的风 不只是天体的副产品 它们体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物理过程 反馈机制 也就是说 黑洞不仅被动地吸收物质 还主动地用强风和辐射影响整个星系的发展进程 黑洞之所以能如此活跃 是因为有大量物质不断落入其中 这些被吸收的气体和尘埃就像燃料 驱动着黑洞周围区域发出耀眼光芒和能量风暴 但并非所有物质都葬身黑洞 一部分被激烈加热后又以高速被抛洒出来 这些高能粒子会加热星系中的气体 抑制或改变星恒星的形成节奏 宛如星系的节律调控器 这种看似混乱 实则高度呕合的动态互动 是决定一个星系如何成长 核实繁盛 核实休眠的关键因素 同时也会深刻影响 它内部的化学成分分布和演化方向 更令人惊奇的是 即使在这种剧烈的气体外流 和极端辐射环境中 水分子依然能顽强生存 这位复杂分子 在早期宇宙中的稳定性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也暗示生命前提物质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 科学家们推测 APM08279加5255周围 大量的气体和尘埃储备 为黑洞进食提供的充足燃料 意味着它的质量 很可能还会大幅增长 这种观察 有助于解答一个长期未解之谜 宇宙早期那些庞大黑洞 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 成长为数十一个 太阳质量的巨星怪物 总结来看 这一单一的天体系统 就像是宇宙演化的缩影 紧密连接着三大核心过程 分子的诞生与积累 超大质量黑洞的迅猛成长 以及星系整体结构与节奏的演变 这些相互关联的发现 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宇宙在它的童年时期 就已经拥有了远比我们 预期更复杂的化学结构 和动力机制 远非一个简单 原始的婴儿宇宙 毫无疑问 这一研究成果的意义 早已超越了 对某个遥远天体的观察 它触发的是一系列 关于宇宙演化 生命前提 甚至基本物理过程的新思考 首先 研究结果坚定地证明了一个关键点 谁以及其他复杂分子 在宇宙中出现的 远比我们过去预想的时间要早 这对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的模型 提出了全新挑战 一个宇宙年纪 刚满几十亿年的星系 就已经囤积了大量的尘埃 重金属元素 和分子气体 这些都是孕育恒星的原材料 也就是说 星系在很早就具备了 建造恒星和行星的化学工具像 其次 这次发现 也充分展现了 自然界送给天文学家的超级放大镜 引力透镜的巨大价值 它不仅提升了观测精度 更打开了我们窥视遥远宇宙深处的窗口 正是由于前方星系扭曲时空的天然放大效应 天文学家才得以看到那些原本暗淡到 几乎无影无踪的细节结构 这让远古宇宙的一幕幕 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也暗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可能性 还有大量类似这种富含水资源的遥远系统 可能早已被望远镜捕捉 却隐藏在海量的历史观测数据中 静静等待被重新发掘与识别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 重新审视诸如IOS Spitzer这类红白和亚豪米波天文望远镜的数据星表 极有可能会发现更多引力透镜放大的遥远类星体 而每一个新发现 都将为我们补上宇宙早期物质积累 与恒星形成机制的拼图 探测到的水蒸气 不只是令人惊艳的发现 它还能作为重要的诊断工具 帮助我们改进现有的星系形成理论模型 使其更贴近宇宙真实的演化节奏与机制 水蒸气在星系中的角色远不止于此 它是冷却系统中的王牌选手 能迅速带走高温气体的热量 让炽热的气云冷却下来 凝聚收缩 最终点燃新的恒星生命 如此巨大的物质聚集量 无疑暗示着APM08279-5255这个系统中 已经或正在经历一场星际生产狂潮 恒星形成的速度 可能是我们在本地宇宙所见的数十倍 甚至数百倍 展望未来 随着新一代天文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 我们将拥有更清晰的视野 和更敏感的探测能力 能够进一步推进这项技术 皆是宇宙更深层的秘密 例如 位于南美高原的阿塔卡玛大型阵列 能够细致地扫描分子气体的分布结构 像绘制一幅宇宙分子地图 而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 则能透过尘埃 看见红白波段中的古老类星体 进一步推动我们 对早期宇宙的观察极限 借助这些强大的观测工具 我们将能判断 APM08279-5255 是否是宇宙中的一个奇葩特例 还是其实它属于一个更庞大 更常见的早期星系群体 一个个在宇宙黎明期 就已充满化学活力的天体系统 如果未来真的发现了更多类似例子 就将有力地支持一个全新的观点 宇宙早期不仅结构形成得快 而且分子种类和能量活动 也极其丰富 远远突破了传统理论的边界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 这一项发现不是孤立的天文学趣闻 而是跨越宇宙学 天体物理学与分子化学 三大领域的交汇点 推动着我们对整个宇宙 从简单到复杂的理解 这也让人不禁思考 构成水 氨基酸等生命前体物质的基本单元 可能在太阳系诞生之前很久 就已经在宇宙中播种 为生命的可能性 打下了跨星系的基础 最终对APM08279加5855 这类系统的研究 有望帮助我们 解开一个贯穿数千年人类文明的终极疑问 宇宙是如何从最初那几个简单的元素 逐渐演化出 今天这个拥有恒星 星系 乃至生命与意识的精彩世界 在如此遥远又极端的类星体周围 探测到水 等于用事实证明 宇宙的化学成熟期来得比任何人预计的都要早 水不仅广泛存在 而且极可能参与了早期星系的快速演化 这项发现进一步解释 水等重要分子并非后期复产物 而是在第一批庞大星系和黑洞形成时就同步诞生 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宇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 宇宙从很早很早以前就不再是一个简单乏味的空壳 它从一开始就有着丰富的结构 复杂的化学组成 甚至处处弥漫着最关键的生命之源 水 归根结底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 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张白纸 而是一幅色彩斑斓 结构精妙的画卷 一个令人敬畏超乎想象的复杂宇宙